很多人是說的,真的最重要 論是菩提弟子們這些菩薩與真摔們 根據佛法的修持的具足 有些人写得非常了不起的 但是到底还是菩萨们 是正在门的剧主 不是本师释迦牟尼佛的 成口所讲的原句 苏修佛第一句意思 一真不一论 第二 依法不一论 以佛法佛说的 佛真的所讲的佛法为标准 真正说佛 所以我们归佛归佛 以佛的所说的 这个留下来的 记录 那叫做真点 真点是我们后人真清他 实际上每一本附证 都是本师释迦牟尼佛在试的时候 对话的讨论 对话的讨论集 或者这个菩萨提出问题了 或者那个弟子提出问题了 比如大家都知道 真刚真是苏菩萨提出问题 这种对话的记录下来后世叫做真点 啊 那么这种真点就叫做佛法 是佛法 法字的意思 佛法这个法字的意思包括什么呢 一切事 一切事 一切理 一切道理 一切事一切理 中火龙来 中火龙来就叫做法 什么叫一切事呢 比如我们修禅 打坐做功夫 就是一个事实 等于我们普通讲中国话 那叫功夫 功夫就是一个事实 那不是理论能够讲的 比如两个腿能不能盘得起来 那是一个事实 所以四个理 那配合起来就叫做法 就是佛法的法 不是普通法律那个法 所以依佛法 不依人 老夫人 故意捧我 什么善知识啊 老夫人话也靠不住 你们不要听 我更不是善知识 她是客气话 不要因为人的关系 要真正以真理为依规 所以叫依法不依人 第三 不依了你 不依不了你 不依不了你 只要辅真里头还有差别 有些辅真是不了你的真点 什么叫不了你 不吃底的 不皱正的 有些辅真是咒识 有些辅真是咒识 所以要以了你 去得了就去得了 不依不了你 有些小情的真点 啊 甚至于后世 还有违照的真点 靠不住了 啊 但是 诸位 听了以后 不要认为靠不住 看都不看 都要看 你看了 才知道 哪个是不对的 所以比如 有些人讲 这是外道 哎 我说你学过没有 没有 外道 我怎么说他 那你怎么想的 他是外不外呢 你知道了 得知道 这个是外道 我们本师释迦牟尼佛 十九岁 皇帝不当 跑去救火上 出家了 他全个十二年 八九年说的 都是外道哦 因为他经过外道的修持了 晓得一切该非都不对了 不是政法 因此在那谱的路下 自己武道的 这个政法 现在讲 一了你 不一不了你 送别代道 告诉大家 这个观念 第四句话 一字不一识 真正修复修道 要靠高度的智慧 不是靠 脑筋 或者读的书 常识 与思想来的 提到大家 都说服 都晓得 四大灾空 我想想说 你都中饿了 不要吃饭 看你空得了不 你就空不了 你说四大灾空嘛 天冷了 不要穿衣服 不发冷你做得到吗 做不到 谁都知道 四大灾空 这些 腐朽一听了 都会了 尤其大家 能够 你做不到 你做不到 你做不到